用你的笑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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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 哈哈哈 網上經常有人說 叫youtuber去認真找一份工作 所以有見及此 我們要開始找好工作 我們今天和大家來到這裡 明古屋南部 之多半島 後面的一個南之多 今天我們就來這裡去學習一下 怎麼做一個水族館的管員 因為其實也是時候乖乖的找份工 所以今天就在裡面學習一下 怎麼照顧一些海洋生物 結構有 結構有 好,今天麻煩你了 你好 有什麼票嗎? 謝謝 麻煩你了 今天最初要做什麼嗎? 動物的餌 餌 魚 魚 現在是誰的餌 現在是鷲鹿的餌 鷲鹿的餌 大家平日遊客來就不會來這些房間 但我們今天是來學做事的 所以會去一些秘密房間 給大家看一下這些水族館的背後是怎樣的 首先我們第一件事 我們要準備一些食物給這裡的海洋生物 因為我們今天主要是來學習 怎樣去餵置動物 他們主要的糧食當然就是魚類 但是為了確保安全 餵食給這個海洋館裡面所有生物的魚 都要先通過這個金屬探測器 去看看裡面究竟有沒有一些有害的金屬 在裡面 如果發現有的時候 當然就要把那些魚拿走 用金屬探測器 探測完沒有金屬 然後我們那些魚 如果那些魚是圓好無缺的 很漂亮的 那這些我們可以直接給那些動物吃 那這些就可以直接吃的 那譬如像這些 身體可能有些變形 有些爛了 這些我們要切掉 把好的部分才給那些魚吃 切完魚準備好之後 就是時候去到餵今天我們的主角動物了 好厲害 好厲害 那些魚是Naito Naito? 好 好 好厲害 好厲害 贅沃 沙漠吃了 抽刀魚 他要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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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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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你能知道的人知道是馬上有的地方 對,在他身體被困犯,你知道是山上一堆的地方 好,真的 ух腹睡著了 一日會多少克吃嗎? 之一日是多少克吃到一個克克的 一日是十克克的嗎? 是的! 超級好,多魚十克 第三次有另一頭有鮭的鮭魚 所以現在 nell從近郊也吃到餡了 肝大肝不忽嗎? OK 沒關係 要吃嗎? 要吃嗎? 請 動物一天吃足三餐 我都吃不到三餐 下方可以嗎? 下方可以 這個人可以觸摸 握手 握手 哇! 哇! 可以握手 可以握手 很臭 可以握手 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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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不行 他完全是不想... 不想... 他完全是不想... 正確 握手 握手是真的嗎? 只肯跟我握手 但不肯疼我 為什麼會這樣? 你為什麼會這樣?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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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嗎? 我還是有點害怕 謝謝 我們接觸了兩隻這麼有趣的海獅之後 這裡除了海獅之外 也有很多企鵝 在我們位置企鵝的時候 可以完全感受到這裡的工作人員 跟這裡的動物 那個關係是非常好的 在我們面前大謊說幾十隻企鵝 牠是每一隻的名字都說得出的 而且最重要就是那些企鵝真的非常有趣 我們現在準備和這一隻... 我不知道中文叫海獅還是海狗 要和牠抱一抱 是很可愛的 可愛 好可愛 阿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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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San-chan 超級 她看她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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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看她 Hikari-chan Hikari-chan San-chan,謝謝 San-chan,很重 很可憐 大家都看她 這裡平時大家來的話 是不能這樣抱抱的 可以摸一下,可以握一下 但今天我是自育員 所以今天比較特別 這裡的地方雖然不是十分之大 但有很多在其它海洋生物館 其它的海洋館 未必可以看不到的事情 就是可以很近距離 跟很多不同的海洋生物直接去接觸 不單是隔著水槽 在那邊看,而是直接用手去碰到他們 是一個不是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事情 所以如果大家去旅行是會經過這裡的話 我們推薦大家可以去看看 特別是有小朋友的話 我相信他們應該會挺喜歡這個地方 好了,我們在剛才的水族館體驗完做自育員 就是餵動物吃東西的人之後 我們都餓了 我們吃飯之前 先跟大家去後面 去一個在這裡附近的一個島 叫做日間賀島的地方 去跟大家做一點觀光 大家可以看看地圖 上面是有很多不同的景點可以去看的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去這個島 這個日間賀島最有名的就是雞泡魚 還有這個章魚 我們等一下下午飯都會吃雞泡魚和章魚 我們在海岸坐這個渡海船 短短10分鐘左右的航程 已經到達了日間賀島 我們這次到達的地方是日間賀島的東港 視乎你坐的船目的地在哪裡 它有可能會到達的是東港或者西港 這個大家上船之前記得要看清楚 笑了 我們一下船之後 在這個明鐵海上觀光船的這個廁所旁邊 有一隻很大的章魚在這裡 因為剛才有說 它這個島上是有盛產的章魚和雞泡魚的嘛 所以它這裡有很大的章魚在這裡寫著 我們在這個島上 我們的移動手段、移動方法那裡有很多的 其中一樣就是用我們身後的這些電動Scooter 這些電動Scooter最快可以走到20公里的 所以你在這個島上想周圍轉的時候 就可以踩這些 或者在後面這裡還有另外一間是可以租單車的 但是租單車這間今天就沒有開 今天雖然天氣不太好 但是也可以看到下面的海水是很清淡 這裡的海是漂亮的 好,我們今天呢 其中一個特別景點就是後面這個 章魚的Coba 這個Coba就是警察的派出所 章魚形狀 這也不太好笑 這個島上其實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 但是今天這裡是天氣麻麻 所以我們都不兜完全部了 那我們跟大家去吃好東西 我們拍攝影片當天真的非常不幸運 天氣麻麻、天陰有雨 原本的島上是有很多漂亮的地方可以打卡 用來放上IG用的 但是因為當天的天氣真的非常差的關係 我們只去了其中幾個去拍照 板板聲拍完之後 下一樣東西就是要帶大家去吃好西 好了,我們今天下午吃飯這裡 是叫做大海老 它就是在日間河島上的其中一間旅館 我們今天下午吃的飯 我們有雞泡魚 我們有很多菜 我們有龍蝦 還有有一隻原隻的章魚也有在這裡 大家看到章魚切開之後 這隻是八爪魚的章魚的 哇,肥美 你看這些肉多到 它這個製作方法 它只是用這個鹽水 還有加少許豉油 然後就是全程靠這個食材的鮮味 哇,這個好吃 最主要是很多肉 整隻腳很粗 嗯 既然我們今天是吃這個雞泡魚 它除了雞泡魚的魚生之外 也有雞泡魚的天婦蘆 雞泡魚我們一下子夾幾件 然後我們連幾條的蔥 然後一起點下去吃 嗯 嗯 哇 好鮮甜 嗯 雞泡魚 在香港就可能可以吃到這個葡萄非常少 因為需要有專人去湯雞泡魚 如果湯得不好的話 雞泡魚的毒素是會走出來 但是這裡 雞泡魚好吃 雞泡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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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這個美麗的雞泡魚 然後我們差不多都要坐船回去 但是在我們上船之前 當然要先去買買手信 既然這個島上那麼出名的是章魚 當然它的手信裡面 有很多跟章魚是有關的 有章魚咖哩 章魚燒餅 然後還有一些章魚形狀的饅頭之類 等等 喂 我們上了回去 之多半島那邊的船 Visa想給大家看一下他買了的節利品 哇 又有餅 又有些章魚燒的醬油 這些也是餅來的 蝦餅 這些是蟹餅 然後後面有個饅頭 然後這個是日間賀島上面的紫菜 這個聽說很好吃 這個在樂天上面是第九位的紫菜 對於島上買了50元 我們坐完船之後 我們走路回到明鐵的河和站 再乘這個特急列車回到明鐵名古屋站 喂 我們坐這個明鐵線的特急列車 我們很快回到明古屋站 那麼我們呢 昨天我們住的酒店 我們把行李放在酒店裡 我們一回去酒店拿回行李 之後再跟Isa看一會 但手信呢 我們就應該去回家了 講開我們昨晚住的酒店 這個位於明鐵名古屋站前面的明鐵Grand Hotel 它裡面有其中一間房間是非常特別的 就是它裡面已經用了很多明鐵列車線路裡面的很多物件 包括一些歷史物件都放在一個房間裡面 所以是非常有趣 根據這個酒店的負責人說 這間房間是非常高人氣 每逢一去到假期 基本上是預約不到 因為有很多列車的粉絲 是很喜歡這間房間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去住這間房間的話 記得記得要提前很多去到預約 如果不是去到假期繁忙時間 這間房間基本上是一定預約不到的 還有另外一件事跟大家推介的 就是這間酒店的早餐自助餐是非常好吃 它有很多明古屋的名物 包括這個Hitsumabushi 就是這個鰻魚飯 當然也有明古屋的名物 土手煮 雞翼 還有一些炸蒜燒 好吃的酒店早餐有很多 這間酒店的早餐有很多明古屋的名物在裡面 所以如果大家打算在明古屋找酒店 明鐵Grand Hotel 這個可以是一個選擇 在酒店走出來 外面有一隻很大隻的公仔 這隻公仔叫做 Nana Zhang人形 在明古屋可以說是一個等人的熱點 聽說它的衣服 好像每個禮拜 還是每兩三個禮拜就要換一次 好了 我們就要來前面這間的明鐵商店 今天在酒店樓下 還有在這個明鐵的明古屋車站 走出來 都只是十秒鐘 差不多 去旅行買手信 相信每個人都一樣 就在酒店樓下的這間明鐵商店 裡面有很多很有趣 設計很漂亮的手信 買手信給家人 或者給朋友的時候 特別是買食物的時候 當然好不好吃也很重要 但是包裝漂亮不漂亮 都很直接影響到收手信的人的心情 那明鐵商店裡面 每一樣手信的設計 我個人來說 就覺得挺漂亮的 挺特別的 譬如像這個蛋糕 它設計到整塊肉 是挺有趣的 我們這次回程回家之前 也在明鐵商店裡 都買了不少的手信 我們這次一日快閃去明古屋 找工做的旅程 前半段就是找工做 嘗試去體驗一下 做這個水族館的自育員 是有什麼感覺 接著下半段其實都是去觀光旅行 做回老本行 跟大家介紹一下景點 如果大家下次去旅行去明古屋的時候 如果你未去過我們今天介紹的地方 你下次可以考慮一下 那我們今天這條影片 我們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 有什麼意見記得下面留言說 我們在下一條影片再跟大家見面 就這樣 拜拜 我們到此為止 我們到此為止